好,我們看第六題 第六題的話,這邊的十的這一坨次方會等於這個根號的一千分之一 在這兩邊的話,其實它都跟十有關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右邊啊,換成指數型 好,這邊的話,根號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一千的話有三個零,是十的三次方 好,那再來的話呢,次方的次方是次方相乘 所以就變成十的三乘二分之一,所以變成二分之三 好,那再來喔,分之一在數字上是負次方 所以如果把這個分數拿掉,讓它變成沒有分數,沒有分之一的話 變成負二分之三次方 好,那左邊的話是造超 那這樣的話,右邊整個是變成十的負二分之三次方 那左邊是十的負Log二微疊的x次方 那如果兩邊要一樣的話呢,先看喔,它是等號,它跟它整個相等 那下面部分都是底數都是十嘛 那上面這個是有位置是五的,那這邊是明確的負二分之三 那是不是上面要等於上面,才會完全相等 在數字上等號相等,是下面要一樣,上面要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變成上面的負二微底的x 會等於這個負二分之三 直接把它寫下來,接這裡 好,那再來兩邊有負號,我們往下消掉 把它消掉以後,那它就變成Log二微底的x,會等於二分之三 好,到這邊的話呢,要解這個x的話呢 我們是把下面移過去,這代表次方的意思喔 所以它事實上會等於x 等於2,2是其實換成直數形的話,它是底部 這個會變成次方,變成二分之三 所以是把這個2,翻到這邊來 那二分之三變成次方,那x是在左邊 所以這個答案出來,就是x等於2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謝謝